如果不懂得把整个法界的 全部的如来藏的光 填充到自己的这个报身里面去使用 你就是不是真正懂修炼的人 这些没有这个肉身师父亲传口诀 是没有人能够从经典中参悟的 说慢慢学 一定要跟着法脉传承的技术方法 好好认真地实证 我这一生从五十多个师父那儿求学 有尹太师父有贤太师父 教给我的精华技术方法三百多个 我从三百多个中精华了 大概也就是不到一百个给你们去使用 所以是要珍惜 要珍惜不要去乱学东西 有的人还喜欢多里劳 到处去外面乱学东西 只是浪费时间 你真正在外面找到一个法脉传承 那也跟我教的一样 何必多此一句呢 如果不教的跟我一样 那就是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传承人 传承道的东西是极精简的 因为你们现在都不是出家修道 都是在家修炼的局势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 所以才给你们最简洁 最快的这些技术方法 但是这些技术方法 你要去把它实证出来 你不是说只是知道有这个方法 知道有这个方法没用 你知道怎么开汽车 你又不去找教练学 你又不去实习 真开车 那谁敢坐你的车 上车就问人家油门在哪 刹车在哪 这个车怎么开 那不完蛋 谁都吓跑了 你这个大乘 你这个汽车 没人敢坐的 所以一定要真学 学出好的技术 会驾车 驾得溜溜的安全 这才是真正懂了技术的人 不是知道怎么驾车 要跑就踩油门 要停就踩刹车 我懂 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真正明白 要真去练 反复的训练 实践 然后最后熟练 最后成为高手 成为高手 别人才信赖你 才被你去引渡 才上你的渡轮 上你的渡船 到彼岸 否则人家一听 哎呦你懵我 你说要这个方法 要怎么怎么练 人家问了你几句 哎呦我也没练过 那人家不就下车了 不敢坐你的车 人家就不敢坐你的船到彼岸 原来你是蒙我的 你不会驾船 将来船到海里翻了咋办 那赶紧下船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